請你當我最浪費 強忍背痛不就意 附魔大發炎 有時候病人來 他就是裡面的濃陽已經爆開了 變成附魔炎 然後你去問 而且這時候肚子痛 發燒 你抽血指數都很高 然後你問他多久以前有感覺 他說大概都是半年前 一年前 就怪怪的不舒服 這麼久啊 其實我有個朋友他就是 真的嚴重 他就是一直下背痛 後來他發現他的疏卵管 有發炎還是什麼卵巢發炎 我不太知道 然後就因為有發炎 所以他就去動手術 結果手術又沒有非常成功 結果手術完之後 立刻變 貧尿背痛一起來 結果金氏癌 在這一個案例中 來提醒男生 就是那個他一開始 他覺得自己常常貧尿 然後他想說 因為我社會腺肥大 年紀到了嘛 所以他也不管 想說就是社會腺肥大 可是後來他開始就是 也像下背疼痛 你就去檢查 就一檢查 他是 因為他不在已經社會腺癌 而且他多處骨轉 他早幾處的骨頭 是被那個社會腺細胞吃掉的 下背肌肉不夠力 子宮整坨掉出來 鬆的時候撐不住的時候 東西往下掉了 所以我們以前常遇到 今天可能出去運動 什麼東西 譬如說前面這個是子宮 這個是腸子 都可能往下掉 整組都往下掉下來 真的會掉出來是子宮 我聽到好像有人是 分泌物很多 三十歲的一個女性 然後他是以為她 得了什麼子宮頸癌 什麼的 因為他就說 分泌物裡面有一個肉球 結果最後發現是 鬆弛了這個子宮組織脫槌這樣子 真的 老是莫名下背痛 奪命負病病來襲 怎麼辦 快讓專家告訴你 你會常常下背痛 被你看出來了嗎 怎麼會這樣 一開始就這樣問啊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還要 然後稍微前傾一下這樣子 還真的耶 因為錄影錄了一整天 用站的話 真的會下背痛 而且痛到不行 有時候隔天 還會有點後遺症 你現在是在抱怨 沒有 當然不是啦 你不要這樣子挖這個洞 給我跳好嗎 OK 痛算什麼 吃吃藥就好了嗎 對嘛 就是這個態度 對嘛 要不然就是一直坐著 那也沒關係嘛 是不是 其實我有一個調查發現 在美國 所謂的下背痛癮 已經是一般民眾求醫 第二常見的原因了 那這樣子不舒服的比例 還真的很高喔 像是有一個調查發現 一般人大概有百分之十五 到百分之三十有這樣的情況 而過去一個月來 曾經發生類似症狀 大約是三成到四成左右 你這個痛有的時候 可能恐怖的就是 不是你所想像的 那才會恐怖 什麼意思 是反應其他一些 嚴重的疾病嗎 有可能嗎 有可能嗎 大家先了解這個生理結構 其實我們背的範圍很大 我先簡單講 下背痛 臂也正名呼 基本上就是肚臍以下 或者腰椎骨頭以下的 對 基本上我們定義叫下背痛 當然引起下背痛的原因 很多了啦 我們用這個簡單的圖 給大家看 好 引起下背痛的地方 只要跟他的左右鄰居有關係 都有可能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骨盆腔裡面有什麼呢 脊椎 對 老實講 下背痛最常見的原因 還是跟脊椎相關 包含骨頭去壓迫到 那骨頭的前後有韌帶 骨頭的相關部分有脂肪 脂肪太少了 它撐不住也會讓你的關節比較疼痛 再來就是裡面的鄰居了 真正的建築物所在 像女生來講 有脂肪 前面的膀胱 對 後面還有腸子 像昌平 可能還有一個叫 天啊 那很嚴重耶 那 其實在這下背痛 這個範圍是 最常見的一個因素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其實臨床上 現在看到好多狀況 真正引起背痛的因素 不是只有在局部結構 從頭痛 現在講多低頭足 引起的肩頸的痛 因為牽扯到下背 常常彎腰彎腰一族的痛 它也會影響到 甚至於像最近正多焉很多 正多焉週六 週日一族也會有 可是那種是屬於你筋骨 就是要三倍痛型的嘛 那當然不然喔 其實骨盆的結構 還是再給大家看一下下 這是第二張圖 今天是屬於圖姐也說 很多人以為骨盆 骨盆其實大家看 這個就是假設是一個正面的人 你先看 這是兩邊的骨頭 剖面圖的 那下面是很多的肌肉 這個肌肉如果大家了解 它基本上是分三層 很像那個三明治 一層麵包 一層肉 一層麵包 其他很多 翹膜一層一層包覆起來 所以你剛剛提到的 這些腹部的壓力 比如說你常常這樣彎 彎的下一步 就肚子會壓破 壓破的話 你骨盆底受到一些刺激 其實久而久之 腹部牽扯都會痛 所以真的是 不是很可怕的是 我有聽過我朋友 至少兩個案例吧 所謂的背痛 不管上背下背 痛到後來發現竟然是癌症 對 我也聽過 我自己的阿姨就是這樣 真的嚴重 她就是一直下背痛 然後她就一直擦藥膏 結果後來痛到受不了 站不起來 然後我媽媽他們就 才送她去急診 後來就查出來 已經是骨 就是已經是末期 對 好嚴重喔 就覺得很可怕 我上次遇到一個 她還是醫生 她自己是醫生 她是做一般家醫科 然後她一開始 為什麼我們這題 雖然都是女生 但在這一個案例 用來提醒男生 就是那個她 一開始她覺得自己 常常頻尿 然後她想說 因為我社會腺肥大 年紀到了 所以她也不管 想說就是社會腺肥大 可是後來她開始 就是也像下背疼痛 覺得腰痠背痛 而且她想說 看診看帶走 因為每天都坐著嘛 對 外面我們都說姿勢不良嘛 所以她一直以為說 自己的下背疼痛 一定是因為看診 看太久太累 還是運動要幹嘛 就有一天她朋友 就托她說 沒有啦應該來體檢 你身為醫生居然不體檢 你就去檢查 就一檢查 她是 因為她不但已經是社會腺癌 而且她多處骨轉 她好幾處的骨頭 是被那個 社會腺癌細胞吃掉的 天啊 所以她的腰痠背痛 她的下背痛很嚴重 原因是因為她整個骨頭 那一節都是被 癌細胞佔據了 反應出這樣的狀態 所以下背痛 我們不只是下背痛 可是那我怎麼辦 我平均一個月三十天 有十天都在下背痛 那我怎麼辦 那待會兒我們 好好來剖析你的 今天其他我們都不了 就了你 怎麼辦 這麼嚴重 講得好嚴重 我以為就是 普通的腰痠背痛的 一種前兆 就是可能我姿勢不正確 駝背或什麼之類 你這樣講完 我才很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耶 你先不要急著跳進來 好可怕 因為我們先稍微冷靜來面對 因為剛剛是他們講的案例 以及西醫所講的觀點對不對 對 說不定中醫的看法不一樣啊 是不是 中醫的觀點是這樣 發財的象徵 他們不會發財 那是中醫啊 所以中醫怎麼看 來 彭醫師 是發散 大概不是發財 就是說十二對肋骨下緣 以下的疼痛 都算是下背痛 他會有的人會舉步圍堅 大腿會非常的痠痛 沒有辦法走路 另外一種是隱隱作痛 就是坐立難安這種都算 其實只要跟骨骼啦 肌肉韌帶關節 甚至你裡面內臟的器官有關係的 都有可能引起下背痛 那中醫比較特別 它是從疼痛的這個情境 來剖析這個問題 可能跟你的體質啦 或者是生活的環境 像有時候比較冷 一變天你就覺得 哇 下背開始疼痛 而且這種疼痛是 越冷越痛的這種 我們會覺得是 所以我們治療 就會從筋絡的部分來 去含化濕 這是一種方向思考 再來就是說 你本身姿勢不良 你常常駝背 你是彎腰 或者是做一些 翹腳的動作 那你本身姿勢不良的 這種下背痛 不笑了 他大家做緊張死了 這種會有一種特徵就是 局部會有壓痛 而且你改變姿勢之後 這痛可能會緩解 那這種就是屬於要話瘀啦 然後改變這個作息 但是有一種是本身體質 什麼意思 年紀比較大 你的腎氣虛弱 你沒有辦法久坐久站 你也沒幹嘛 可是你就是一直痛 這種虛痛反而就是要補腎 強壯我們的筋骨 所以治療的方向 就完全不一樣 這樣聽起來 有稍微的比較緩和一點 對不對 好像沒那麼嚴重 沒那麼嚴重 但問題要先了解 你們下背痛的時間啊 頻率啊 還有困擾 到底情況怎樣啊 我看我們有潛入身好了吧 從輕微一點的 應該雨泥不會那麼嚴重吧 有啊 我現在在運動 你現在在痛啊 我有運動可是 很奇怪的是喔 我每天都有在運動 我髖關節或下背的部分 可是我一穿上高跟鞋來錄影 我現在坐在這兒那個姿勢 我的下背就開始痛 而且痛一邊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你現在痛喔 我就想說現在痛 那我等一下回家 貼個藥膏什麼 到了家裡又覺得不痛了 可是我一坐在這兒 我就覺得很痛 所以我一度認為我是 是做骨神經痛 對 妳檢查過 沒有啊 因為我坐著痛 所以就是坐骨神經痛 那可以 你頭裡直接翻譯 是不是 坐骨神經痛 因為坐著它才會痛 對... 我站起來它又好一點了 OK 這告訴妳要再生一胎 說不定最後一次把它 坐回來也不會 那萬一又換右邊又痛 兩邊 那就再生第三胎嘛 對啊 生不完耶 Julie姐妳會嗎 我會耶 其實我剛剛 跟妳說的那個狀況我都有 所以後來我就改成穿平底鞋 我只要一穿高跟鞋的時候 我基本上大概 也是差不多十分鐘到十五分鐘 我不用坐 我只是光穿著站著我都會痛 就會痛的 對 而且也是會痛一邊 我是痛右邊 雅馨 一個月妳說有十天 十天啊 妳都在疯啊 可是我不知道是為什麼耶 因為我後來發現一個頻率 好像是我只要 就是大姨媽來之前的 大概前三天 跟大姨媽離去了之後的 後三天這整個時間 我抓大概十天 差不多十天喔 就是都下背痛耶 但是我以前就覺得 不是 妳 不是 那個不一樣喔 我們說是這裡喔 不是這裡悶悶痠痠的 不是這裡 是後面喔 背部 然後我以前就覺得 好像沒關係 因為人家不是說 好像生理起來 就是腰痠背痛是合理的嘛 對 所以我也沒有多放在心上 可是後來 我又想想覺得不太對勁 因為我家其實是 是還滿高危險群的 就是像我的媽媽阿姨那邊的親戚 比較常常會有就是 婦科的疾病 就是可能有乳癌啊 或者是子宮內膜癌 一些以前就發生過的疾病 所以我後來就開始覺得很擔心 對 然後剛好今天的節目通告就是說 是下背痛 然後我就驚覺 這該不會是連在一起的吧 單一下背痛就像你剛剛有講的嘛 對 它可能是 例如說你有一些不好的情況 是衍生出的不舒服 但有可能是合併的症狀 或不舒服感 所以我們會更明確一些呢 所以我們先用問的一一篩檢過濾 好不好 先不用躺著啦 好 來... 下背痛的疾病 恐怖症狀大調查 大調查喔 包括你下背痛 再加上看看喔 有沒有便秘呢 另外是不是又有 平妙的狀況呢 這三個症狀綜合在一起 有沒有這樣子的狀況 好 圈插牌請舉牌 圈插圈 後面插得多 對 雅馨還說很嚴重 對啊 我必須要說 但是因為我很不愛喝水 所以我沒有頻尿的問題 沒尿可尿 對 對不對 無水 我是下背痛加頻尿 便秘偶爾啦 但是我頻尿真的還滿嚴重的耶 你知道喔 我現在早上起床 然後梳洗弄完到出門 大概最多一個半小時 我可以上五次廁所 妳要洗尿的 很誇張耶 我就覺得我上完牙洗完臉 就覺得好像有感覺 然後等一下吃 就吃吃東西什麼的 又覺得 又想要尿尿 然後要出門前又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上一下 不然出門一定不安心 不是 妳那個尿是真的 每一次尿都 量都有就對了 應該不是吧 不是每一次 可是就是有要尿的感覺 對不對 對 只有早上出門前那一段 是怎樣 沒有 可是像我現在要錄影喔 我到化完妝 到錄影前 那二十分鐘 我可以量 尿兩次 就是還滿緊張的 吃飯的時候就覺得 這怎麼會這麼長 二十分鐘耶 你也是這樣子啊 對啊 是啊 就是比如說我錄影前 如果說我已經化好妝 然後我可能去上廁所 對啊 然後等一等大家還沒有來 我可能又再去上廁所 對 壓力啦 就是防險起見 不在節目中想上廁所 可是壓力 壓力也要有尿 可以尿啊 對啊 可是真的有尿的感覺 自然就會有 會壞 你現在一直講 我就會 不要提 不要提 不要提這一次 那朱莉姐 妳這個情況 妳有去給醫生診斷過嗎 我其實 我這三個我都有 然後呢 有一次我就是下背疼痛 那時候我以為 就是一樣 就是我的知識的關係 後來我就加上瓶尿 可是那一次的瓶尿 跟我平常的神經性瓶尿 不太一樣 因為我神經性瓶尿 就像你剛才這樣說 你有錢喔 不多 這樣子 對 可是我這一次就是覺得 有一點點好像不舒服 所以我就想說 啊 糟糕 會不會是尿到炎 還是說是麻利發炎這樣 結果後來我就 可是又併發著 我的那個背很痛 就下背的部分 結果後來我去了那個 婦科醫生看的時候 就診斷出來 就我是那個 子宮發炎 啊 子宮發炎 對 我就覺得那時候 我就說妳確定嗎 我說我子宮是在前面啊 對啊 那為什麼會在後面啊 對啊 子宮在前面沒錯嘛 是沒錯啊 可是我覺得現在 因為Google還有節目 太發達了 大家都會自我診斷 我常常有病人 來悶者說 陳醫師 我說好正確 你怎麼知道是軟巢發炎 他有發APP給你 還是簡訊給你嗎 他說在這裡啊 這裡就是軟巢發炎啊 再精準一點去看著 我覺得我疏軟管 有不舒服 好精準喔 我也會耶 你會耶 我MC不來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肚子悶悶 然後就有某一個點痛 我就覺得一定是我 輸軟管堵住了 所以我MC很累 這三樣呢 如果說你們都覺得 有對號入座 覺得這個可能性很高 到底是有可能什麼疾病 小心 疾病是 疏軟管 軟巢炎 不是說我疏軟管被痛嗎 是不是 我長得好像中了耶 所以你有可能真的 下背痛是 坐骨神經痛 真的耶 不是 陳醫師 這個要解釋一下 真的不見得是個好事耶 這個其實 有些人如果肚子長了一個 大的腫瘤 像肌瘤 軟巢瘤 壓迫到 它也會有 可是它的便秘是怎樣 它會比較細一點 那另外它的頻尿只是 它會比較常跑廁所 可是它憋得住 可是我們這題特別講 就比較像你們 就變不太出來 然後尿尿很急很不舒服 其實大家在看到這個圖 在我們子宮的兩側 就是疏軟管跟軟巢 疏軟管軟巢其實是 很容易引起發炎的 我覺得女生比較辛苦 因為女生有一個 叫做陰道這個開口 又有男生相關的性行為 有時候一些細菌 真的不小心地跑進去 那跑進去的時候 知道大家有一個開口 從子宮延結到疏軟管 於是這部分細菌的感染 有時候就有症狀 這種症狀它不一定要很大 它不一定要長一大堆東西 它只要一點點發炎化膿 你可能下腹就怪怪脹脹 剛剛其中的三個症狀 全部都會有 那如果它的膿不是很嚴重 而且這部分我要特別講 它的發炎化膿 它不是大家想像中的 爆出來一大堆膿 它是包在某一個地方 所以這類的人常常 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看病 因為他總覺得會忍一忍 忍一忍 痛沒那麼嚴重 因為它如果一些化膿的東西 整個發散出來的時候 其實身體會發燒 甚至會附膜炎 這種一定會來找醫生 對 太嚴重了 這種好像它 但是這個 又可以 這個病到你說 嚴重的這個中間的時間 會拉很長嗎 常常拖很久 有時候回溯性 我們常常有時候病人來 它就是裡面的濃陽 已經爆開了 變成附膜炎 然後你去問 而且這時候肚子痛 發燒 你抽血指數都很高 然後你問它 多久以前有感覺 他說大概都是半年前 一年前 就怪怪的不舒服 這麼久啊 其實我有個朋友他就是 他就是結婚三年都不懷孕 然後他男生也去體檢 他也去體檢 都沒什麼問題 後來就三年太久 他就去做詳細的身體檢查 後來他發現他的疏卵管 有發炎還是什麼 卵巢的發炎 我不太知道 然後就因為有發炎 所以他就去動手術 結果手術又沒有 非常成功 結果手術完之後 立刻變盆腔炎 盆腔炎是什麼 聽起來好嚴重喔 盆腔炎是大陸用語 基本上 只要是骨盆裡面的發炎 有細菌的感染 受傷 都叫做骨盆腔炎 覆墨炎是比較嚴重的用語 這個細菌已經影響到 整個肚子裡面了 叫覆墨炎 了解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這個都是在前面 前半部嘛 為什麼會下背痛 下背痛是後面耶 對啊 這個 我們身體的內臟器官很好玩 大家都太直覺式的 覺得他這邊發炎 中校東路出現車禍 就只有阻塞中校東路 你知道他會延伸到 仁愛路也會塞車 所以在疼痛的部分 有一個叫做 包含我們卵巢的部分 如果卵巢有狀況 他的反射痛會是在 肚臍 所以有人如果 莫名其妙肚臍常常痛 我也會看一下 他的卵巢的部分 那比如說有人呼吸困難 有時候像 膽囊的部分 膽囊的發炎 有時候會引起呼吸的困難 所以在我們西醫有時候會注意一下 這類反射痛 那像有時候我們這種 下背痛不舒服 會尋求中醫的協助嗎 也許按一按啊 針一針就好了 但是不是有什麼樣的體質的人 比較容易會造成這樣下背痛 或是導致最後 舒軟管卵巢炎的問題呢 其實還是有的 有一些統計 比方說你本身是屬於這種 氣血比較虛弱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症狀 可是他就是一直會覺得不舒服 然後檢查說他就是 比較典型的 真的是舒軟管或卵巢發炎的症狀 那他會覺得全身有時候會 有一點點低熱 就覺得 涵涵涵起來又沒有發燒 然後反覆很久 可能會長達一年兩年 然後因為他長期被這種 不知名的疼痛困擾 所以他常常會有一些 精神方面的問題 他常會覺得 莫名其妙心情不好 或者是睡不好之類的 這種屬於這個 氣血兩虛的 然後另外一種是 比較急性的 濕熱護節 就是說我們講這個濕血 他到體內之後化熱 那濕熱之鞋 他會有一些代謝 比較黃啊濃 這個比較好治療 因為他有症狀 所以你會發現 那如果病情再久 就是第三個 他說這個寒濕護節 因為他太久了 他傷到我們本來身體的原陽 所謂原陽這種東西 是很中意的名詞 我們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我們身體的能量 那傷到身體能量的時候 他會出現一些虛症 不過剛剛陳醫師講到一個 我有注意到一個重點 他說就是太有魅力的女生 也許有時候不小心就會有所謂的 舒軟管的軟潮炎 那會因此而造成 夫妻失和的案例嗎 不舒服嗎 我講得有點含蓄 沒有 老公一定不是因為 那女生太有魅力 所以兩個失和 其實通常是因為後續造成的 併發症造成她的失和 就是有些女仙 之前有個女生 她得了這個病之後 她有個症狀就是 她在晚上炒飯的時候 她覺得不舒服 那不舒服當然就會很不想做 很不想做就很容易吵架 然後很容易吵架之後呢 那就最近是怎樣 於是就看醫生 醫生呢 這檢查以後跟他說 你這個應該是感染 然後他們現在會有一個感染 他說應該是P.E.菌感染 然後他就說那P.E.菌感染 這P.E.菌聽起來也不知道在演 覺得P.E.薄膜 想說沒有 披著衣服的幸運P.E.菌 他說P.E.菌感染 就一般他說 這就是一種傳染病 他說什麼傳染病 我弄這種 只有跟我老公而已 問我什麼傳染病 你說 所以通常治療這個的時候 我們會建議就是跟性伴侶 或者你跟另外一個人來 所以他老婆回去就心思問罪 你說我跟你就是不喜歡炒飯 結果我得到這個病 一定是因為你嘛 因為我總共才你一個人嘛 所以醫生就說 後來兩個人為了這個事就炒很久 所以第一個他們好像 有些女生因為這樣 她會不喜歡做這個事情 第二個她發現說這個感染的原因 有可能是老公 不知道在外面幹什麼之後 就更發不快了 所以老公真的會嗎 這個我們婦產科醫師 在門診遇到這類病人 講話都要很緊嚴盛 要小心 你現在回答這問題 你先查一下觀測他 是他更好奇還是 他現在是問老公的狀況 男生可能也去問醫師那邊 問醫師那邊看看有沒有 哪些東西吃的 可以讓他比較不會 那麼去外面幹脆的藥 我們也有這種 乖乖生去打一打 有這種症 這不是只有當兵才有嗎 可是你要知道 她沒興趣 像現在這種感染症 有時候都覺得 那應該是成年女性比較容易有 可是有時候不是 現在因為他們性行為的提早 有些小女生也會有 之前有個醫生說 他也是診斷一個小女生 就是說他應該是披抑菌感染 然後就跟那個妹妹說 所以就要通知你的性伴侶 要一起接受治療會比較好 他說都要通知喔 我才不管他們 他這也太可惜了 他們 太恐怖了這個 或者是如果真的有了之後 彭醫師可以有什麼建議嗎 我看平常喝個茶飲保養好了 好 這些藥材在中藥裡面 我們甚至也用來治療 真的有感染的病症 如果你真的月經的這個 白帶太多又黃又濃的時候 土芙苓是我們一個很常用的藥材 因為它有清熱解毒的效果 它是像百合科植物的精 所以我們可以取這個土芙苓 然後續段當歸 嵌食跟這個黃期各20克 然後煮800cc的開水 滾了之後悶10分鐘 然後一天內分兩次把它喝完 那原則上只要說症狀越嚴重的 你這個土芙苓的量可以再增加 土芙苓跟白芙苓是一樣的東西嗎 不太一樣 白芙苓它是一個也是一個快筋 可是它是白色的 一般我們看到白白一片 它比較偏重 但是它有這個清熱解毒的效果 因為機緣不一樣 它的功效就不太一樣 所以是土芙苓 土芙苓 不要買錯了 接下來下背痛 還有另外一種綜合的症狀 再加上骨盆有下墜感 下墜感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呢 來 先圈插排行準備 請選擇 來 全場只有兩位有耶 所以這個比例不算太高對不對 你們又下墜 會啊 因為他們不能理解什麼叫下墜感 真的嗎 我覺得是這兩個字形容上面有一點 太... 形容下 我的下墜感就是 當你在拿重物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那個子宮往下 往下掉的那個感覺 有那麼明確是不是 我...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有診斷出來 就是有一點子宮前傾 然後子宮前傾的時候 我真的那個時候 只要拿重的東西 其實我就會有那個感覺 然後呢 後來就會嚴重到就是 我還是會拼藥 我會有那種感覺 那可能是前傾去壓迫到膀胱之類 也可能 或者是我在提重的東西 或者是一些知識的關係 然後後來是去造了超音波之後 那個醫生跟我講說 你是前傾 那可能要做一些運動 什麼知識 把它調整過來 什麼之類 所以那個下墜感就是 你知道 就是整個肚子往下沉的那種感覺 有一點 沉的感覺 有時候感覺MC來的時候也會有 對對重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我也有 因為我以為是骨盆的骨頭往下墜 是骨盆腔裡的東西往下墜 對 那MC來的時候一定 就自己也一定會有 是這樣啊 所以你們也都改答案 對啊 都會啊 下墜 下墜 那你們一早就找我解釋 不就好 對啊 所以這個情況對女性來講 是很平常 對啊 就是我跟你說的 那個三分之一的時間 一個月裡面都有 你都在下墜 你太多了 對啊 沒有就是除了下墜 都下墜 伴隨著就是 你會覺得這邊很重 那應該只有MC的前三天 感覺前前中中厚厚都各有一點 為什麼會下墜 好 直接公布了 直接公布了 好 小新的疾病是骨盆鬆弛 什麼意思 有嗎 你沒有聽過有人骨盆鬆弛死掉的 但是他其實跟生活 生活品質很有關係 對 我跟各位提一下 剛剛我們有提到 這就是一個人你看過來 對 旁邊是骨頭 對 但它裡面有非常多的層次 其實骨盆鬆弛 我們專業上來講 還分三個部分 前面就是剛剛Jory講的 膀胱那部分 所以有人骨盆鬆弛 它只有膀胱的表現 中間這部分 就是子宮的部分 中間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大一點 中間這個方形的洞 就是子宮這個部分 是 比較偏後面是直腸的部分 是 所以它的表現呢 如果是在前面一點 就是平尿 它總是覺得尿不乾淨 或一直怪怪的想跑廁所 子宮的話 它就覺得東西重重了 這個重重包含什麼 然後有時候蹲下來 就覺得東西要掉下來 對 那一會兒又回去 甚至有時候 那天可能跟老公吵架 或出去 現在也流行慢跑路 跑回來 去洗澡的時候 突然摸到一個東西 怪怪的 我們用這個圖 所以這個要用圖示 可以摸到喔 摸到哪裡 我們剛剛來用這個 正常的子宮 其實因為這個骨盆底的肌肉夠 所以它可以撐起來 對 然後鬆的時候 撐不住的時候 東西往下掉了 所以我們以前常遇到 今天可能出去運動 這個東西 比如說 前面這個是子宮 這個是腸子 都可能往下掉 整個子宮都往下掉下來 真的會掉出來是子宮 子宮會掉出來 不會整顆掉出來 但是它靠下面的部分 就會垂下來 所以曾經有那種 它那天去跑步 然後甚至 剛生氣完回來 在洗澡的時候 我就摸到洞口摸到一個東西 隔一圍摸不到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的 這整個掉到洞口了 所以這就是骨盆腔鬆弛 這十年左右 這個疾病不斷被重視 因為它越來越年輕化 你要想一個道理 你遇過大概年輕可以年少幾歲 我有三十歲出頭就有的 不會吧 這就很年輕 真的 那我要先講這個概念 以前在我們骨盆腔鬆弛的東西 掉下來需要來做治療的 大概都是七十幾歲的老婆婆 甚至九十歲 其實很多都是五六十歲就出現了 但是它會一直拖... 那跟生育比較有關係 以前生的多 但是我講生育多大概五胎以上 所以現在生兩三胎的 只會讓它鬆一點點 可是跟很多因素有關 包含現代人的飲食運動 所謂運動是 要不就不運動 肌肉彈性太差 要不就過度運動 上面壓力一直往下壓 其實都會有影響 那飲食會有什麼影響 飲食第一個 它如果不斷的... 第一個太胖 上面一直壓力太大 第二個又過度的減重 過度減重你要了解 你一下子的飲食的偏差 你的蛋白質脂肪偏薄的時候 你的骨盆底的肌肉會變差 就像你看很多人反覆減肥 它肌肉越來越軟 這邊的肌肉會軟 這邊肌肉好不到哪裡去 對 中醫的角度來看 是什麼樣的體質的人 可能比較容易造成 所謂的骨盆鬆弛的問題 一般我們就認為 它是跟肾相關的一些症狀 所以肾氣虛的人 特別會有這樣的症狀 因為氣虛它沒有辦法 固設一些下陷的一些軟組織 或是肌肉 所以我們把氣煉主 包括凱德運動 或是一些訓練 都是為了補救這個部分 那輕的就是剛剛講的 輕微漏尿或是一些不舒服 那嚴重甚至就是脫粗 我臨場上有人是分泌物很多 30歲的一個女性 然後她是以為她得了什麼 子宮頸癌什麼的 因為她就說 結果最後發現是 鬆弛了這個子宮組織脫垂這樣子 對啊 很年輕喔 對 所以之前有一個她是 她就發現說她生兩胎之後 反正她就開始覺得 因為一開始是覺得 打噴嚏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漏尿 然後她就覺得 因為只要稍微用力 也會有一點漏尿 她就覺得不大喜歡出門 那為什麼呢 因為她覺得她會有尿味 她自覺自己有尿稍味 其實那時候應該已經有 點心理影響了 然後為什麼最後一次很嚴重 她想說那在家裡總 我不要出門嘛 別聞不到 就有一次她一約朋友來家裡聊天 那你知道好朋友相聚 她一定說笑笑對不對 你知道笑也是要肚子用的 對 所以她坐在那裡 她跟朋友們聊天一個小時 她最後沒有辦法說 不好意思 我要去換一條褲子 因為她就是 一個小時的時間 大家這樣談笑 她已經尿絲了整條褲子 好可憐 所以她想說 那我不能出去跟人家社交活動 我連朋友來家裡都不是 因為她當時覺得非常糗 又不可能繼續坐下去 因為她知道自己整條褲子都濕掉 那後來她決心說 可能要去接受治療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預防呢 剛剛好像彭醫師有講 穴道按摩什麼各方面 對 其實她非常好找 就比方說我們站著的時候 這兩邊不是有兩個 特別凸起的這個股膚前線 對 然後可以站起來 然後肚臍這個橫圈 跟側面兩個交界的這個位置 你用拳頭去抵這個骨頭的位置 會覺得酸酸的 它是所謂的帶脈穴 蛋脈穴是我們復刻 對 環一整圈 你經常刺激這個蛋脈穴 特別是由下往上這樣拉提 男生也可以 會提升盛氣 盛氣不足就會 繞成那個骨頭 繞成那個骨頭 對 也會露尿 露尿 露尿 對 所以蛋脈 我們每天要按摩個20下左右 往上 對 局部循環這樣子揉按之後 往上拉提 拉 對 就是在側面這個位置 然後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我們到側邊 在大腿跟臀部交界的這個 微笑線的位置 它叫做承扶 我們就是用拳頭 用力去按這個位置 或是平常坐著的時候 可以把兩個手 用力去按 對 兩個手 放在下面這樣做 這樣子 就可以直接刺激到這個位置 好 刺激到我的手很痛 刺激錯位置了 因為這個位置 承扶它跟這個尾底骨中間 就是所謂坐骨神經 它出來的那個孔 所以這邊如果說 經常去按壓它 它的位置很深 如果必然趴著 我們是用這個手肘 幫它用力按的 用力按 它提升這個效果 改善骨盆鬆弛的效果 其實是滿好的 或者是你放一個 什麼硬的容器這樣 對 就坐著 坐在這邊 對 可是不能久坐 如果久坐變 壓住它循環不好 那會反效果 對 好 來 那這個我們就知道 應該怎麼來對付了 是 接下來還有第三樣 就是下背痛 再加上分泌物變多 還有亂驚的情況 來 圈叉排請準備 這三個症狀綜合在一起 有沒有 都有的話請舉圈 來 圈叉 這個應該很容易理解吧 對啊 對嗎 來 芸妮 我好亂驚喔 因為我覺得 人家週期都28天 我之前有一段時間 是33到35天 就是一個月總是要過那一天 就譬如說我這個月10號來 我到下個月 就可能變15號來 這下個月就20 它很規律 五天 那還是很規律 那也OK對不對 可是過三個月之後 它突然又變準了 就變又10號10號 然後過兩個月又變13號 然後又再15號 這樣太難捉摸了 對 真的很難捉摸 然後我在那個禮拜 我都覺得怎麼辦 我好像要來 可是又沒來 你知道女生就會擔心 對 害怕耶 好 所以這個疾病你曾經 你認為它就是一個 自然身體亂掉 不舒服嗎 我有去看醫生 也有去抽血 可是醫生也說還好啊 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對不對 好 但是沒有問題 代表真的沒有狀況嗎 不要打開了 你幹嘛這樣笑 小心 子宮頸病變 這麼嚴重 這個我先說明一下 其實剛剛那三個情形 隨便一個女生會 應該都會有 對 同時有 造成你記在心裡的比例 就比較少一點點 對 沒有同時發生 對 但是我這邊幫一個名詞 證明一下叫做 這個名詞 常常有的你如果有一點出血 或者白太多一點 你去你的醫生會跟你講 子宮頸迷爛 可是在這個名詞 沒有很多時間跟你解釋 你知道中文這個名詞學不好 聽起來太可怕了 好 是 實話迷爛 對 聽起來不好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是正常的子宮頸 這上面這個 正常子宮頸 我們有分所謂的內頸細胞 可以看到比較粉紅的地方 叫內頸細胞 比較外面這個 比較像健康的表皮 因為這兩種皮膚是不一樣的 內頸細胞是要分泌一些分泌物的 那隨著年齡見真 生育過後 甚至有性生活之後 內頸的細胞會慢慢往外擴散 因為這些細胞是會代謝跟成長的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看起來比較紅 比較稠一點點 可是在我們 在我們定義裡面 它某個程度算正常的 除非兩種情形才叫不正常 一個就是異常出血 輕輕一碰就出血 第二個這個細胞很脆弱 常常受到感染 白帶不容易好 怎麼治療都不容易好的時候 這個才叫做有問題的子宮頸糜爛 所以其實子宮頸糜爛這個名詞 就是英文的翻譯只是 我們肉眼看下去 有點偏紅色的 那細胞比較薄一點 這個就叫子宮頸糜爛 所以剛剛那個情形 我們要特別提到 子宮頸糜爛 其實在現在的生活裡面 是還蠻常見的 因為現在就醫太方便了 還有節目也越來越多 大家會很謹慎 有點狀況就會跑來看 那如果說子宮頸糜爛這個名詞 沒有經常白帶異常出血的話 就不用太擔心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就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這些疾病 什麼叫子宮頸病變呢 子宮頸其實如果嚴重的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最近收到很多 28歲32歲左右的一個女性 她就是分泌比較多 但腰痠痠的怪怪的 她想說久了就算了 因為可能工作累 做久了嘛 做骨神經 她也是這樣的幾次 但是其實是子宮頸 有發生一些病變 甚至到癌症 你可以看到這就是子宮頸癌 子宮頸癌到嚴重的程度 它會吃到兩邊的肌肉 白白的是什麼 就是子宮頸的病變 變成癌症的病變的時候 它影響到骨盆的時候 其實它的痠痛就會非常的明顯 所以像子宮頸 剛剛提到那生的症狀 如果同時有 持續越來越嚴重 而且骨頭的疼痛怪怪的 骨頭疼痛通常 不是你想像中那麼超級疼痛 可是它就是不會好 一直越來越嚴重 其實真的要找醫生來做治療 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醫師 因為像我家 我媽媽阿姨那邊 就是乳癌 子宮頸癌 跟子宮內膜癌 都有發生過這樣的例子 然後我的親屬們有這樣的狀況 他們都及早發現 所以他們都很早就把子宮跟乳房 或是卵巢或是哪裡 都已經先摘除了 那因為這樣子 所以我判斷 我自己又判斷 我自己是高危險群 所以我在我三十歲之前 我就有先去注射一個疫苗 那個疫苗是不是說 我原來就拿掉 想不想看 不是啦 還沒結婚拿掉 這種預防也太徹底了一點 不是 我就有先去打那個疫苗 好 那疫苗不就是說可以 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接種 是可以防止乳癌 子宮頸癌的發生 在目前的癌症疫苗 開發目前成功最第一個 真的子宮頸癌疫苗 為什麼子宮頸癌疫苗 我再用一個簡單的圖給大家看 其實大家聽到子宮頸癌 也不要太害怕 子宮頸癌跟一種病毒 叫人類乳突流病毒 英文簡稱叫HPV有關係 一個病毒感染 這個就是病毒 感染以後不是每個細胞都會受傷 它很可能 過一會兒沒事了 就恢復正常細胞 也有可能進來以後 它就持續存在 甚至於 以後就和平共存 長在裡面了 所以一個感染 我老實講 統計上一千個感染 只有0.8個 最後會 會往癌症去發展下去 所以而且子宮頸癌的病變 它不是一下子就變癌的 它很像要幼稚園小學 中學高中 慢慢的成長 從你感染到真正病癌症 平均統計要10到12年 所以你知道10到12年當中 有去檢查治療 其實你死亡的機會很低 好 那我為什麼要講 富坦科的子宮頸癌 是最適合做疫苗的 疫苗基本上有個感染的東西 你才能對抗它 才能把它防掉 所以目前子宮頸癌 9乘999 都是跟這個病毒有關係 所以才能做這樣的防護 大家在講的這個子宮頸癌以外 你剛剛說 例如子宮頸糜爛 這方面的這個病變 那導致的原因是什麼 是人為的傳染呢 還是一種自體的免疫力不對 還是 這問得很好 其實因為我剛剛有提到了 我們子宮頸的細胞 是非常多層的 它本來就要慢慢的剝落 所以你們為什麼有分泌物 除了是子宮裡面出來 陰道裡面出來 其實子宮頸本來就有細胞剝落 大家知道我們去採那個子宮頸抹片 對 其實那個要用刷子 刷子要刷三圈 大概刷幾千萬個細胞 就這樣刷下來的 所以它細胞本來就很薄 這種薄的細胞也比較脆弱 所以如果受到感染就會 還有如果環境不適合 這個環境就是 比如說月經前後 酸鹼度改變 甚至有其他細菌侵入的時候 其實都有可能 所以我常講 子宮頸的一些狀況是 身體的免疫能力 在跟一些環境細菌在做打仗 不過有沒有可能 曾醫治我們自己 什麼樣不舒服的感覺 我子宮頸可能是一種病變 或是什麼 有可能自我 既剛剛覺得舒染管疼痛 以及管桃疼痛 很多病人會來覺得 不是我的子宮頸 我覺得它怪怪的 其實老實講還滿難的 因為多數主觀的感覺來的抱怨都是 我覺得分泌物改變 其實女生會因為分泌物改變來 但是分泌物來人 那環境像雨泥那樣子 對啊 它亂七八糟 三天五天這樣 那我算亂了嗎 它也算 其實所謂的亂經就是這樣子 就是不在規則時間以外來的 你都第一次我都建議 找醫生評估一下 起碼沒有長大的腫瘤 會死人的先看掉 OK 那彭醫師來看 可能是什麼體質造成的 其實就是一些 濕熱的毒血侵犯身體 比方說你房事不節 你可能會多慘 然後經常的藥物隱藏 或是生很多 早昏這一類的 或是一種就是自己本身是體虛 正氣虛的時候 你的奏理比較不密 就像剛剛陳醫師講 如果說你犯病毒 有的人會產生真的癌症 有的不會 這跟本身的體質就是有關 所以這種比較偏虛的體質 它沒有辦法去抵抗 這些病毒的入侵 就比較會產生這樣的病變 那素卿有聽過什麼樣的案例嗎 很多人都認為說 第一 我如果年紀很輕 或者我很節身自愛 那所以這些警訊對我來講 應該我就是沒什麼事 我只是身體做骨神經痛 這一個女生她其實28歲 她28歲 因為她們是有 特殊的宗教信仰 所以她其實 她跟醫生說 她其實沒有過性生活 所以她到就醫之前 其實她已經持續 有一年多的時間 她怎麼樣 她就是開始分明物變動 最主要她有在 是月經期間的出血 可是她覺得說 應該只是亂經吧 因為大家都自己定義 這個叫亂經 然後她就覺得應該是亂經 因為她從頭到尾都覺得 我又沒有做過性行為 我一定不會得這種 相關的婦女疾病或幹嘛 所以她就一直忍 她也沒有管 後來到因為後來 有非常嚴重 出血已經還滿多了 她就去看醫生 然後她特地跟醫生說 我跟你說 我沒有任何性行為 那醫生想說 真的沒有 因為她進去探查的時候 她真的 膜也都還在 但是她真的得了 就是子宮頸癌 然後她說 99.9999的子宮頸癌 是病毒感染 但是至少她自己就有 發表過三個案例 她們沒有性行為 但是她們得子宮頸癌 所以那女生因為自信滿滿 她覺得我沒有做過 所以她來的時候 醫生形容說 她其實轉移得非常厲害 她肝臟大概有一半 也都是癌細胞了 她說過 後來她為什麼下背痛 連走路都痛 因為她整個骨頭也是 被癌細胞禁止 好可怕 就非常嚴重 這個女孩她沒有救回來 所以陳醫師 如果說 依照這三個症狀 綜合在一起 子宮頸病變 如果到了有下背痛的感覺 通常是很嚴重的 通常是滿嚴重的 因為子宮頸 多數是有一些 惡性病變的機會是比較高 才侵犯到旁邊 當然少數也有一些 那邊的糜爛 甚至有一些發炎化膿 它就是反部的疼痛 那邊都已經紅腫得很嚴重 它也會有痠痛為主 也會有下背痛 那怎麼暈防呢 我強烈建議是這樣子 找個好的醫療顧問 所謂好的醫療顧問 包含也許是一本書 也許是一個電視節目 也許是一個好的醫師 你熟悉的醫生朋友 有狀況改變的時候 先去問一次 起碼我們先排 我不能保證看一次 就一輩子平安 也不能保證我們這三個毛病 你看了沒有你就一輩子安全 可是起碼先排除 然後沒事入場維修一下 我會建議大概30歲以上婦女 為什麼會推廣一年 要看一次婦產科 其實一年進來掃瞄一下 瞄一瞄 大概就很難什麼大毛病 就算沒有疫狀 固定回去稍微檢查一下 對 那另外中醫有什麼保養的 一些秘訣針對婦科 其實我們可以關心 我們的月經週期 它分成前三天到七天的 這個月經再行經的行經時期 然後這個時候 中醫的調養 是以化瘀為主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保養 就是有一點點漏尿 或是一點點分泌物的時候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吃一點 赤燒活血化育的 不想吃中藥 你就吃食物 像芝麻在這個食物 也有類似的效果 甚至就暗暗這個三陰膠血 經常收看我們節目都知道 內懷上四指 在進骨後圓的那個位置 就是三陰膠 那開始排卵之後 這個卵胞要長大 我們在中醫是屬於 養嬰的這個範圍 這個時候就不要去補羊 那養嬰的時候 我們通常是吃一些 玉卒 曼玉 比較滋陰的食物 所以按摩的話就是血海穴 血海穴在這個大腿內側 膝內這個凹陷的位置 沒錯 上面一個好厲害的 血海穴有補到 這個是個多氣多血的穴 所以你經常補這個穴的話 你的這個氣血循環就會好 那要破卵 就是排卵鞋的時候 可以多吃一些 幫助破卵的食物 尤其是有些想要調整不孕 或是月經周期不正常的 這個時候你就應該要多 以腸胃的調理為做 你可以多吃山藥 海藻 這類有膠質的東西 幫助它的這個黏膜的分泌 那竹山裡它也是第二個 多氣多血的穴道 位置一樣是在我們的膝蓋外側 然後對這個下四肢 靠近頸骨外圓的這個位置 這裡 對 暗了會有酸臟的感覺 那它是屬於味精的這個穴道 那最後如果說已經到了生理期前 我們就開始補羊 補羊就是以肚重續斷 這一類的補羊的藥材 那食物的話吃一些堅果 那味噌它可以緩解這個 月經前有的會負脹 或頭暈不適的症狀 那我們就是按腳底的涌泉穴 是屬於聖經大穴 或是膝蓋正後窩的這個尾中穴 都可以達到補腎羊的效果 好 所以今天我們針對了下背痛 綜合有很多的症狀在裡面 所以不能輕忽 你不要以為下背痛 只是稍微的貼個吸部 稍微按一下搓兩下 什麼都過了 還不能輕忽 定期的健康檢查才是最好的上升 然後老公要記得體貼 關心一下老婆 一定一定 全家人都幸福美滿又健康 好的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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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